雷公太极为雷同志比较正式的官方身份 应该是保健按摩师 相关专业官方认证证件的影印榜可以在网络中轻易查到 但真正让雷雷同志扬名立万的 则是他在武林中的两次打类表演 第一次被业余退役拳手徐晓东20秒钟KO 第二次被另一位传武乱战大师大百拳王之亮打得热泪盈眶 魏雷同志的这两次打类就武术专业本身的角度来看 都不能算是战果辉煌 但是话又说回来 不以成败论英雄才是如今值得提倡的价值观 魏雷同志虽然未尝胜计 但他敢作敢为的拼搏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再加上其本人相貌堂堂 能言善辩 在造型上的眼球吸引度不输任何一线明星 所以如今已然混成了网红一枚 可能各位看官对这样的网红生成模式心生疑惑 我却认为这反而算是一道正途 原因有二 第一 雷雷属于官方认证的按摩技师 是工匠精神的代表 第二 雷雷习练太极 为传统文化做出表率 不管从哪方面看 此网红的含金量也比某些仅靠颜值炒作 却没什么真材实学的鲜肉强 如今的雷大师 也算是个人生赢家了 他的业务遍布祖国各地 各种商演走学通告街道手软 随便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让他去武两全 便有不菲的现金收入落贷 而且 在武林圈内部 他也拥有极大的化市权 比如河北某武术联盟的街牌仪式 也邀请他作为四川武林精英代表参加 飞机时速全包 这份待遇不可谓不隆重 为雷同志的人生事迹 至少告诉了我们四个道理 第一 付出总有回报 虽然雷雷输掉了所有比赛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在经济和名气上 蒙受任何损失 反而更加顺风顺水 事业更上一层楼 第二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雷雷在事业上的突飞猛进 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自己通过取得打类胜利而获得的 反而是因为他的失败造成的社会反响所赋予 有种殊途同归的味道 非常值得深思 第三 人们兴趣关注点往往不是比赛本身的胜负 而是是否能产生话题性和娱乐性 能否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雷雷的发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眼球经济的胜出 跟武林名分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第四 口才的重要性 虽然雷公大师的武学实践还没有到达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 但是他对武学的深刻理解却难有人误出其有 他的微博已经更新万条 各大媒体上更是口若悬河 对他的事业帮助极大 在此 我衷心祝愿为雷同志事业更上一层楼 也祝愿我们的传统武术事业越办越好